这是一个在外网拥有三千五百万播放量的视频 虽然这里没有奥德标 但他们也能拉香蕉 作为香蕉运输第二天团的他们 再债香蕉方面也是有一手 而今天这场面就是展现实力的最好机会 但凡谁能最先爬上香蕉树 不仅可以优先获得交友权 还能赢得一辆崭新的摩托车用来拉香蕉 然而想要爬上这香蕉树摘下香蕉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裁判检查完选手们都没有作弊之后 比赛已随之开始了 选手极有花人 率先抱住树干的选手可以先行挑战 原本以为是占了心机 但是其实亏大了 当他们打算爆发宏光之力 一展身手时 结果发现根本不能攀爬 原本就滑溜的香蕉树 在涂抹了石油油之后 简直没有一点摩擦力 这位老哥已经怀起了人生 自己鼓励了二十多年的攀爬技术 此时竟然毫无用武之力 而其他人可不管那么多 规则没有说不能用嘴啊 那就用嘴啃吧 形象不行象的那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赢得那台摩托车 以后就不用踩那二八大杠了 几位老哥那是一阵疯狂叔叔啊 香蕉树此时都被撸掉了一层皮了 但是奈何就是上不去啊 如果不知道的 可能还以为这是一场伐木比赛 看谁率先将树给他啃倒呢 但是看这个架势 可能啃倒这香蕉树 比爬上这香蕉树 或许还要简单一些 此时场上的四位选手 已经算是蟑螂踩进了 没有一人能摘下香蕉 而距离比赛规定的时间 也马上要结束了 虽然香蕉树被露掉了一层皮 但没有一人成功登顶 摩托车也和他们无缘了 而之前的另外四人 可以说算是因果得福了 至少现在的香蕉树 肯定要比之前好拔的多吧 但这也只是相对好拔 难度依旧很大 但可能是上一组选手 将树啃的差不多了 这组选手并没有采取啃树干的方法 而今天这台摩托车 到底能不能送得出去呢 而这位小哥看着场外的美女 和梦寐以求的摩托车 他岂有不甘啊 他努力的一边爬 一边啃 好像瞬间就有了动力一样 最后他竟然杀出了重围 突破了滑溜溜的底层树干 朝着上面的香蕉而去 这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 感觉他马上就完成了 他离香蕉是越来越近 而至于另外三位选手 依旧是在原地踏步 根本就上不去 最终还是这位小哥动力够强 赢得了这场爬枪胶术最后的冠军 不仅获得了全场的掌声 还获得了那辆全新的摩托车 最后主持人也将车钥匙给到了他的手上